豹米花下季聯盟冠軍系列戰的首場比賽 崇岳推出林威智掛帥主投 不過開賽他就遭遇麻煩 一局下半 豹米花戰機排名第一的何庫 就率先出手 二三雷有人一出局 在即得點圈打擊率超過四成的楊化克蘭德 這棒右邊方向高飛球夠深遠 雖然被接殺 但成功送回三雷上的林士成 接著二局下半還是何庫的進攻 王興泉在得點圈的打擊擊位 中間方向飛球 中外野手和兩名野手都過去 哇 三個和尚沒水喝啦 形成一些落點巧妙的德州安打 雷上跑者回來得分沒有問題 何庫取得2比0的領先 不過前三局落後的崇岳 在四局上半發動反攻 楊帶軍面對何庫先發投手黃建龍 一二雷有人兩足局的情況下 把這個外角球推到了右半邊 歐巴 一口氣送回雷上的兩名跑者 把比數扳平 上到二雷的楊帶軍也正必高呼 而世襲大陣的崇岳 五局上半又有攻勢 野球型男甘明燕一上來 這幫阿達里掌握得是非常好 直接送往深遠的左外野Warning Track 這支二雷安打 讓崇岳首度超前比數 也打退了何庫的先發投手黃建龍 崇岳繼續攻佔二雷 接著馮建廷 再補上一支平飛安打送回了甘明燕 幫助崇岳五局打完以4比2領先 接著雙方攻勢都盡巧巧 來到八局上 崇岳要追加保險分 一二雷有人又是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山姆斯把這顆外角球 拉到了左半邊形成安打 二雷上的江建民快馬加邊 繞過三雷要拼速度 Safe 滑回來攻下 崇岳這場比賽的第五分 八局下輪到三分落後的何庫 要展開反攻 二三雷有人無人出局的大好機會 武力維 面對接地投球的鄭文豪 把這個偏低的球 打穿中間防線形成安打 三雷上的跑者 輕鬆回來得到何庫的第三分 然而下一棒的許志峰 這球游擊方向的反彈球不太妙 形成一個六四三的double play 何庫雖然追到了4比5 但是這個半局的攻勢瞬間瓦解 來到九局下半 一分領先的崇岳 順勢推出了終結者雷蒙上場把關 面對洋炮陸一世 這球拐進來讓他站著不動 吞下老K 順利關門成功 中場 崇岳這次在驚濤駭浪中 以5比4 一分棄走了何庫 順利收下冠軍戰的開門紅 我來提新聞張建宏 張楊正好報導